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第四周的课程内容的学习 我们首先来说这周的内容是判断和循环 那么函数我们放在下周讲 因为函数的内容也比较多 那么这个讲到判断和循环的时候 我们非常必要的一点是要知道闪回值的概念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shell的这些小工具里面 他们是一种小工具的哲学 你写一些这种很小的程序 它执行简单的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把它们组合起来来完成复杂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学了管道 可以把这个输入输出和错误输出 作为另外一个程序的 另外一个程序或者命令的输入输出 和错误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还有今天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是返回值的方式 每个命令或者每个进程退出的时候 其副进程都会得到它的返回值 这个在unix里面 这个不只是shell或者shell程序 那么每一个程序 包括像C语言的Java的 在退出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选择 退出的时候给它设定一个返回值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我们用C语言或者说其他编程语言的时候 返回值一般是如果为空 那么就是有问题 如果是其他的这个值 一般来说就是代表成功 那么和我们shell里面 正好是反过来的 正好是反过来的 尤其是C语言 和我们shell里面正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我们在shell里面返回值里 一般是0 代表成功 当然也有例外 没有什么成功不成功的 也会有例外的 那返回值为0 代表成功 那么返回值为1到255 代表失败 这个返回值呢 取之范围是一个byte 就是0到255 那么成功呢 只有一种成功 失败可以有不同的理由 可以有不同的理由 那么具体的失败的原因 这个我们只能通过对手册 或者说看这个程序的说明 甚至去看程序的原代码 来看它的这个失败的原因 这个值代表什么样的原因 代表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获得这个返回值呢 我们在shell里面可以用 $加问号这个特殊别量 来获得返回值 那么更重要的 这个返回值0 或者1到255 失败或者成功 我们是可以放在后面 这个讲的test 还有那个if while等等 这些里面 他们会依赖这个返回值 来进行判断 来执行你的程序 是判断分支和循环 是怎么样 那么下面呢 这里我给大家写了一个简单的 次元的程序 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返回值的区别 以及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c元程序是rv.c 这个main函数里面接受两个参数 当然我都没用 都没有用它 那么int rv 我定义了一个整形的return value 那么我首先是打印这么样一个字符串 打印这么样一个字符串 那么并且把prntf这个打印的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给存到rv这个变量里面去 然后在第二个prntf里边 我把rv的这个值 就是上一个prntf的返回值 再重新存到rv里面去 然后退出的时候用rv 那么这都是一个变量 但是它们的rv的值各不相同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这个rv被负责的时候 它的值应该是21 第二次负责的时候 我们看echo到了问号 它应该是3 应该是3 那么这是在程序里面 在c元程序里面 或者说在c++语言里面 也是这样的 来用exit这个函数 返回你的这个返回值的 来设定你的返回值的 那么在shall语言里面 这个返回值我们怎么样去用它呢 怎么样去控制呢 和c元不同的啊 这个首先说脚本里边 也可以用exit来指定一个返回值 那么如果你不写exit的 我们之前的所有脚本 基本上没有写exit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则返回最后运行的命令的返回值 就最后运行的命令的返回值 或者说是函数的返回值啊 那么我们还之前讲过了 有true和false 它们分别返回0和1 那么0呢就是true false呢就是返回1 是这个返回值的一个表象啊 一个这个显示的表象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有另外一个简写和true是等价的 这个是冒号啊 冒号和true是一样的 也是返回0 那么操作符 碳号将返回值可以取反 取反 就是0变成1 1变成0 它就没有什么 那么1到25这个说法啊 就只是1 那么操作符 碳号后边必须有空格 那么如果没有空格的话 如果碳号直接后边加一个命令 没有空格的话 那么这是bys的一个 命令历史的快捷操作方式 会执行匹配到的最近的 这个命令 然后并且执行 到了 不是到了 这个是碳号 那么注意这里啊 那么这一节开始 我们对这个命令的格式 要求就非常高了 因为这个空格多一个少一个 这个程序就是错误和正确的区别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一节里面的空格在哪写 在哪有 不要去省略它 那么if和else等等呢 我们看还有两个and号和两个竖线 那么他们在我们这个shell编程里面 分别表示如果前面的一个命令 返回直为0 那直为真 那么暗的话 直为真的话 我后面就执行 两个竖线的话 如果为假的话 我前面就执行 如果为真的话 我就不执行后面的命令啊 那么test和锦号命令 以及这个bash2引入的两个 这个中括号 都会采用返回直 来表示这种判断的结果 然后他们一般来说是和这个if while等等配合使用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test test 判断文件状态 可以 而且比较变量啊 比较一些字符串的值 可以比较字符串 也可以比较当做整形的字符串 一般与艺术配合进行条件判断 也被广泛的用在 while和antio等循环中 那么可以 and 两个and和两个竖线啊 配合达到简写的效果 里面支持波尔云算 但是这里呢 我给大家多说一下 我建议不要在test里面 做波尔云算 因为这样会导致怎么样呢 会导致你的这个表达式的复杂 我建议你test或者说中号写多个 然后他们之间呢 用波尔云算 这个波尔云算就是用什么呢 用两个and或者两个竖线 来做波尔云算 这样做 虽然性能会略低 但是其实写车脚本这个性能 肯定我们不要去追究性能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会让程序变得很清晰 变得很清晰 那么注意 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test后面 割了一个变量 那么有可能它的变量 什么也不佳 那么它直接会返回错误 直接一个test 或者说一个中括号 那么我们需要慢test 查看手册 来看它支持的表达式形式 那么常见的用法 说真的啊 它的这个用法 所有的用法 谁也记不住 不可能是都记得全的 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常用的用法 那么具体的一些用法 大家通过手册来查 一会儿我也给大家简单的去过一遍 那么首先说判断字符串 减号Z 后边跟一般是跟一个变量 跟一个变量 然后看这个变量是否已经被设定了 或者说test 然后后边跟个什么呢 跟一个字符串 空格等于空格一个字符串 注意这里面的空格 千万不能省略 那么它用来判断两个字符串 是否相等 那么这个等号 当然也可以变成大于号 小于号 大于等于等等 那么这里的意思是 两个字符串 是大是小 还是相等 我们再来看 EQ 减号EQ 是EQ 是两个变量 或者说两个字符串 把它当做整数的话 是否相等 那么这里就有个具体的差别 那么01和1 这两个字符串 显然是不等的 但是01和1 在当做整形变量的时候 是相等的 那么既然可以判断相等 我们就可以看到 减号E是not echo EQ是echo的缩写 是等于的缩写 那么GT是greater than 是大于 减号LT是less than 小于 减号GE是greater than echo 是大于 或者等于 减号less和E是less equal 是小于等于 那么减号E 减号一个file 减号E加文件 是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exist 减号F是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是一个普通文件 那减号D呢 是判断它 是否是一个母录 那下面我给大家过一下 这个 test的这个使用 或者说中括号的使用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手册 man test 那么注意这个test这里边 这个手册里边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括号和test 其实呢 他们是一个命令 那只不过这个中括号要求结尾的时候 必须有个反挂来自中括号结尾 这里一定要注意 然后我们来看啊 这个表达式里面 判号加一个表达式 是判断这个表达式是否为假的啊 那么减号A减号O A是and O是O 是判断两个表达式的一个布尔值啊 减号N是这个与与或飞 它们三个与或飞 那么这里的话 我还是给大家个建议 尽量不要在这个test的里面进行布尔运算 因为比较麻烦 会导致一些混淆的地方啊 那么减号Z 刚才我讲过了 是判断这个字符刷是否长度为0 这是等于 这是不等于啊 注意 碳号等号连在一起 中间左边这个string后面啊 不能有啊 必须有空格 这个后面必须有空格啊 这里面也是 那么两个整形 我们来比较Equal啊 Greater than Greater equal 这是Greater than Less equal Less than Not equal 然后EF 是看这个两个文件应该是设备文件 是否是一个设备啊 是否是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呢 具体说呢 这两个文件可以不是一样的文件 但是假设它的 这个啊 不一定是设备 我这里讲错了 那么 是在一个设备上的一个inode号 就是这两个文件 假设它们是做的硬链接 那么我们来EF 它们就应该是处的啊 New 是否比这个更新啊 OT是O的的啊 笈号B是存在 并且是一个块设备文件啊 这个简号C是一个字符设备文件 简号D是是否目录 简号E是是否存在 简号F是个普通文件啊 简号G 是一字setGroupID 这个setGroupID是 和setUserID有点类似啊 是在组上 被加了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的意思是 在组上加了一个标志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目录的话啊 它是一个文件的话 这个含义不明 如果它是一个目录 并且setGID的话 那么在这个目录底下创建的 所有的文件 包括目录 它们的组会设置成一样的 而且如果在这个底下创建的文件 是一个目录的话 那么这个目录也会被设成SGID SGID 那么这是简号G 来判断这个的 然后简号大写G是文件存在 并且被 effectiveGroupID是否一致啊 你的可用的这个 生效的GroupID是否一致 简号H是判断它是否是一个 符号连接 简号K是 CDK bitset 那么这个粘连位是什么含义呢 这个粘连位主要是给你的这个 也是给目录用的啊 在有粘连位的目录底下的文件 在有粘连位目录底下的文件 是可以被用户本身删除的 是可以这个文件的 user本身来删除的 那么在UNIX底下 这个目录的权限有点特殊 你对目录底下文件的 就是直接这一层底下的直接文件的操作啊 这个创建和删除 是由目录本身的权限决定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比如说像tmp这种临时的这个 呃目录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特殊的要求 那么像那个 像这个 每个用户都需要去能够删除自己的文件啊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包括粘连位包括SGID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粘连位的使用 那么首先来看这个tmp啊 这个目录 就是一个典型的 加粘连位使用的例子 我们看最后的这个地方有一个t的标志啊 t的标志 那么首先看这个tmp这个目录 它的权限是user group 是吧 那么所有的这个用户都对他有 读写执行的进入的权限啊 进入的权限 那么 那岂不是按照我们对末路的理解 是不是所有的用户啊 都对tmp底下的所有的文件就有删除的操作了呢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不合理的 那么于是的话 这个粘连位的作用是这样的 只有root和这个文件的宿主才能够删除文件啊 这就是粘连位的作用 那么比如说 我踏起一个当前用户是nobody啊 那我在tmp底下踏起一个nfile 然后我切换啊 切换啊 这个用户 那我这个想删除领这个tmp底下的nfile 那么就会提示这个 operating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注意 不是permission denied的啊 是操作不允许 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粘连位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把粘连位取消掉的结果啊 大家看这个粘连位取消掉了 那我这个当前用户 我去删除tmp底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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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个提示还是有提示的 remove right protected 所谓的写保护 但是这个都是假的啊 这个我删了 就真的删掉了啊 这个文件没了 这就是粘连位的作用 那当然我要给它改回来了 那么顺便的这个sgid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这里有个目录啊 然后testd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 group加s testd 这里这个sgid 在这可以看到 那么我去在这个 testd里面创建一个文件 testf啊 permission denied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是 对付上我没有权限啊 o加上w啊 testd 这就有权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testd里面的文件 那么这是我新创建的文件啊 这是我之前创建的一个文件 有了这个sgid之后 大家看到这么样一个文件 它的组变了 是吧 它的组默认情况下 是和这个testd的组是一样的root 那我再创建一个目录啊 创建一个目录啊 mkdl testd里面的testdr 然后再在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建的目录 被创建的目录 当然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组也是和上面的是一样的 并且我们看自动计创的sgid 这是sgid的作用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那么减号s 判断这文件存在 并且不是空文件啊 这个大小应该是大于0 那么减号大写s 是否是一个socket 减号t 这是判断这个文件描述符的 减号u大写的文件 是判断它sgid的啊 sgid这个我之前的课程讲过了 那么现在我就不再多讲了啊 那么减号l 那减号x 是看是否可以执行 就是可以判断这些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test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个if的分支结构啊 if 分支结构 语法就是这样的if 然后中间可以加条件 或者说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中括号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命令 是吧 我们之前讲过了 你这里写test的也可以if后边 可以跟一个命令啊 然后看它的返回值 如果是0 就是如真啊 是真 那么就会执行后面的命令啊 然后也可以有else if 然后也可以有else 也可以有 然后最终的结束啊 这个和其他语言不太一样的事 这个结束比较奇怪 用if倒过来是fi fi 那么这么样一种语法呢 在后面我们看case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形式的 这个语法和其他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那么这里注意的这里面 这个空格if后边必须都有空格 如果是中括号的话 必须都有空格 就是这个语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这里我们判断啊 如果你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MD5Path这个命令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啊 是你需要加密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的话 第二个参数是sort 你的这个种子 种子 那么这个字符串加种子 确定了就可以得到一个加密之后的密码 那么这个脚本就可以用来去判断 呃我们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用户呢 这个能不能输入正确的密码啊 能不能输入正确的密码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运行一下 那这是这个脚本 这就错了是吧 错了 这个命令是P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脚本还有它的问题啊 我们在unix里面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这个默认的这个呃 这个标准是密码不回显是吧 密入密码不回显啊 那么我们改一下啊 这是wrong 那么这里的话啊 呃 这里应该再加一个echo是吧 echo不回显的话 那回车的话还得直接写一个回车出来 然后这里呢 然后如果这个wrong的话不对的话应该是 退出的话应该是 错啊 出错 那么askp啊 对啊 那么如果输入P这个是对的 那如果输入不对的话 反悟这就是为1啊 如果输入是对的 那反悟这就应该是0 那么这就是一个if else的一个呃 常见的例子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啊 这里我没有用一个中复号 而是用了两个中复号 那么这个两个中复号是bass在2.02引入的一个新的判断的格式 新的判断的格式是内置的这个一个命令 那么讲到内置命令的话 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个命令是否是内置的 那么这个命令我们用type来判断一个命令是否是内置的 我们看type中复号是一个building是吧 是一个building就是内置命令啊 那么这个一个中号也是building 那么where is中复号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又有这个命令 这是为了兼容性 这是为了兼容性 有些其他的shel 那么如果不支持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内置命令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得调用外部的这个中复号啊 中复号 那么这里是需要注意的啊 这里需要注意 那么bass是把这些都内置支持了 于是这些命令在我们的bass里面 他优先是通过内部命令来执行的 而这个他没有去读啊 这个他没有去读 那么这里有区别的是 不会运行新的命令 那么用内置的命令是不会产生新的进程的啊 不会产生新的进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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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type两个啊 这是一个shel的keyword的啊 shel的keyword啊 那么其实它是if的语法的一部分啊 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啊 那我们type这个ls这个呢 是一个alizes啊 alizes 那么我们再type 比如说password的这个命令 是他啊 type是他 我们再来看case的分支结构啊 我们先来看他的语法 首先是case 然后后边跟一个变量 或者说是一个字符串 注意这个单引号呢 这个是可以不需要的 因为它不会被扩展 那么in 后边跟你的这个条件啊 condition 然后注意 小括号的右把拉结束 后边紧跟着 如果说这个condition是一个 呃 匹配的表达式 如果它和上边这个变量 能够匹配的上 那么就执行后面的命令 注意命令是怎么结束的呢 是用这个两个分号来结束的 啊 两个分号来结束的 那么整个case是怎么结束的呢 是用esac整个case倒过来 在结束的啊 这个语法也是比较怪异的 我们来看一下case的例子啊 那么这个例子是 呃 用户可以输入一个 呃 按一下键 然后这个键里面 我去判断它是一个大写的字母小写的字母 还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标点 还是一个控制字符 那么这个语法啊 我们这个while啊 用了一个循环 我们放在后面讲啊 while后面跟了一个read这么样一个内部的命令啊 然后减号ne是指我只读入一个字母 而不是一行 减号s是表示不回显 减号p是显示heater key 那么后边key是我要把它存入的变量 那么do啊 while do 但中间是循环体 那么这个循环体里面的内容是case case case 那么这个单一号括起来的这个key 如果他啊 这个做匹配 那么这是标准的证则匹配啊 那么两个中号 冒号中间是lower是表示小写 其他的大家看啊 这个顾名思义 那么主要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信号表示 上面的都没匹配到 那么信号是可以匹配任何一个 这个字符串的 所有字符串 无论是什么类型都会匹配到 那么这个我给大家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结果啊 我输入一个d啊 是一小写字母 大写d 大写字母 空格是r的啊 然后 然后 冒号是标点 点号是标点 然后control d 是个控制制服 control j 是其他的啊 control k 是控制制服 control e 是控制制服 那这个怎么推出呢 control c 它解惑不了 那么这个课程呢 我可能之后有些更改 对于这种键盘 以及这种 这种 就是 signal 这种信号的这种 管理和对进程的管理 这个我会加到课程里面来 那我们接着往后看 case 就是这么用的 那么下面的内容呢 是shell里面的循环 shell里面的循环 while until和for shell里面的循环 是蛮丰富的 那么这里边这个 啊 我们把最复杂的放在最后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while 那么上面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个while的使用办法了是不是 我们就先拿它这个语法看一下啊 while后边紧跟着一个命令 然后看命令的输出结果 呃 命令不是输出结果 而是命令的这个返回值 那么命令的返回值 如果为零 就是为真 那就我们就继续去读 这个继续去做dowhile之间的循环体 如果返回值为假 啊 那就直接这个循环就结束 那么具体的一些语法呢 这个我们看它有一些技巧啊 那么while后边可以跟一个冒号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 呃 可能这个初学者看到这个用其他语言的这个思维带起来 可能会有一些 呃 有一些混淆的地方 那么冒号其实是处 冒号其实是处 while处 啊 while处 相当于while处 啊 这是一个死循环 那我什么时候退出呢 用 break来推出 啊 我们放在后面讲 循环的这个控制 那么还有一个是until和while是相反的 until后边跟着表达式 要求是假的时候 它在继续循环 为真的时候 这个循环就退出了啊 这是while和until 我们再来看一下负循环 负循环 那for选后呢 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这个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首先是来辨例后面的列表的办法 比如说for vr in list 那么这个list是一个无论是你用的是替换的方式啊 这种命令替换的方式 还是直接写了一个变量替换的方式 还是用了一个大扩号扩展的方式 还是用直接写了一个 这个 信号等等这种 匹配的方式 那么等等这些方式 最终它替换到这里是一个字串列表 那么每次呢 为了被取 从这个列表中取出一个值 然后做循环体啊 去执行整个循环体 那么另外一个用法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用法是和c语言一样 大家看和c语言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括号变成了两个括号 for里边第一个表达式 是付出值的 只在第一次执行 第二个表达式 是每次都去判断的啊 每次去判断的 判断为真 则继续执行 第三个表达式 是怎么样呢 第三个表达式 是每次都要执行的一个表达式 不判断它返回的真假 那么这里边是可以做数学运算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 这个脚本的封皮啊 这个第一个封皮是for i in 1.100 这是一个大括号扩展 它首先被扩展成了1到100个 这么样一个呃 就是说1到100这么些这个一个列表 每次我i都会 取出来一个值啊 这个从1到100分别取出来 然后我这里呢 复制let s加等于i 啊 let这个语法是后面是一个表达式啊 后面是一个数学的表达式 那么我用s表示 呃我用1加到100的总和 那么另外一个表达式是底下这种啊 i等于1i小于100i++啊 两个均可 它们是等价的 它们是等价的啊 它们是等价的啊 那么这里循环控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continual和break 那break呢 是用来终止循环的 continual是进行下一次循环的 那么这个和其他语言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需要去看一下这个 我们学了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我们写一个猜数的程序啊 那这个程序呢 先停吧